昨天我们说了第二期《宝岛记》中 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是张杰的《天天想你》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我不太喜欢的一首 我觉得这里面表现的没那么好的 是这个蓝亭旭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纳英》 然后后面我们再说《马加奇》 《纳英》在这首歌里面的表现 没什么可缺可点之处 也就是说没那么精彩 跟上一期《悬崖》 他跟张信哲合唱的那种《悬崖》相比 我觉得这首歌的表现就显得逊色很多 我只求陪你 直到我 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这首蓝亭旭 在这首歌曲里面 《纳英》的音色似乎没有得到展现 其实大家都知道 《纳英》它的声音 其实最好听的 也是最有亮点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的声音展开 也就是相对的 它的高音区的那个部分 非常有张力 那种沙沙的雅雅的 又很有力量的那种声音 那是《纳英》的特点 但是在这首歌里面 我们没有听到 基本上在比较温的那样的一个音区 所以说从这个歌曲来看 这个歌的音区 没有给《纳英》提供可以展现的部分 或者说就是这首歌曲的调 可能并不是特别适合《纳英》 总之吧 就是听完这首歌 和上一期的悬崖相比 没有悬崖那么过瘾听的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副歌部分 两个人的合唱部分 因为没有和声 所以两个人的声音 感觉好像是堆在一起 在一个曲域中 频率相对来说比较窄 所以就缺少一些声音的那种层次感 我们可以去听上一期悬崖那首歌 那首歌的副歌 《纳英》的高音是得到展现的 声音一展开那种张力 非常漂亮 而张兴哲在那首歌里面 唱的一直都是和声声部 也就是说张兴哲的声音 一直是垫在纳英的下面 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声部的配合 声音就出现了层次感 所以说和声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说两个人在一起要唱和声 就是声音有层次 但是这首歌蓝亭旭 尤其是到了最后一段的副歌 感觉两个人声音就堆到一起去了 所以感觉声音就没有什么亮点 温兔兔的那种感觉 好 那么第三个就是那段戏腔 我觉得这首歌里面 最大的败笔可能就是这段戏腔 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纳英的期待 太高了 所以从纳英的嘴里出来这么一段戏腔 感觉好像完全不在大家的期待之中 所以本来这首歌就没有什么亮点 然后再加上这么一段戏腔的败笔 那么这首歌曲就更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对纳英 在这首歌曲中的几点看法 好 这个我的看法说完了 现在要骂的人可以骂了 你懂什么呀 你搞音乐的 你是搞音乐的吗 还教授呢 禽兽吧 好 下面我们再来说马家琪 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 马家琪的声音相对比纳英 似乎要更有看点一些 因为说实话 之前我没有听过马家琪的歌 只是上一期 在你的样子那首歌里面 我是第一次听他演唱 但是上一期的那首歌 你的样子 给我留下的印象其实还是挺深的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 像那梦里屋檐中的笑容 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 这就告别世上的眼神 首先我觉得这位小马同学 音色特别干净 特别清亮的一副嗓子 干干净净的 跟他的长相一样 清秀俊朗 声音也是这个特点 他的声音听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高音区听着也不是那么累 在相对有限的高音区 声带还是比较松的 那么在这首《蓝亭旭》中 马家琪给我留下了印象 就是咬字非常的清晰 可能是因为周杰伦的咬字 实在是太不清楚了 所以说这个突出 马家琪的行枪咬字 是特别的正规 特别的正 不过我们仔细去听 马家琪的演唱 他的咬字确实还是比较正规 比较规范的 从上一期的《你的样子》里面 我们也可以听到 这个我估计可能是不是跟他的这个普通话诗也有关系 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的人 但是总之他的咬字 行枪咬字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的规范 这一点是很不错的 但是如果从唱功技巧的层面来看 小马同学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毕竟年纪还轻 音乐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需要经验的 任何一位歌手不都是从青色走向成熟的吗 所以说我觉得小马同学 他未来还是可期的 那么最后有一点看法 就是蓝婷序最后一段 两个人的合唱部分 没有和声 我觉得这是这首歌曲里面最大的一个败笔 我曾经一直讲 如果两个人一起演唱 当两个人声音叠到一起的时候 要是没有和声 那么两个人的意义 就是其中一个人就是多余的 其实按道理来说 纳音应该是可以唱和声的 马家琪我不知道 因为确实我对他不了解 但是纳音的和声是唱得很好的 为什么在这首歌里面没有和声 中间有那么一两句吧 好像插了一下 但是最后一段几乎完全没有 所以说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这个歌是谁编的 纳姐应该去问他们一下 问一下节目组 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一段和声 挑事 好吧 这个就是我对这首蓝亭序 一个听后感 这个歌曲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明天我们再继续接着谈 第二期里面的其他歌曲 最后提醒大家点赞 关注 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的歌 有你来听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歌 若能唱动你的心 我愿意 我愿用一生的感情写下去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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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kjun